话说,上期那台饱滋尿的漆皮 曹师傅折腾了大半天后 实在不想再继续修下去了 然后打电话给粉丝,劝他放弃 但粉丝质疑让他再想办法修来试试 因为里面有小孩子的成长照片和视频 那些压根就没备份 都是找不回来的时光和记忆 大家都是为人父母的 这种心情能理解 于是曹师傅一大早就来盘这台鸡皮 那大家就抬好小板凳 泡好茶,带上一包瓜子 仔细看一下 这台能把头发都耗光的机器 曹师傅是怎么盘它的 视频看完后 如果您觉得这波操作还OK的话 麻烦给一个小星星 以示鼓励一下 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可以点一个关注 说不定哪天 曹师傅也能帮上你的忙哦 回到正题 曹师傅在测量的时候 发现GPU电路是短路的 所以手机会反复冲击 那就断开电感 再次测量 发现电感的右边正常 左边短路 那这个左边短路 该怎么样来维修它呢 大家来看图纸 看红色区域 右边正常 那就不管它 左边这一路 可以看到是通CPU的 那这机器 可就有的玩咯 既然是通CPU这一面短路 那就先拆下CPU盖子 才能继续拆处理器 只是这处理器薄得像一张A4纸 不信你仔细看 后面有对比视频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怎样才能完好的把它拆下来 而芯片不裂呢 这可是个烧脑袋的事 你们说如果曹师傅在拆这个处理器的时候 当时要是有人打扰它的话 你猜它会怎么样呢 那我估计会给你个大脚丫子 这个处理器下沉非常薄 而且特别容易裂 所以曹师傅选择用绿油来固化一下 以增加它的硬度 避免在加热的途中芯片炸裂 要不然这资料非常容易 噢吼 此时此刻 曹师傅需要的就是绝对的安静 如果你们想体验一下 曹师傅当时拆芯片的感受 那好 跟着我来 3 2 1 咱们把嘴唇合上 尽量保持30秒 轻轻地换一次气 如果你做到了 那么恭喜你 你很有修手机的知志 来吧 我们一起修手机 继续 先把运行内存止好吸 放在那里 一会儿待用 CPU下沉固化的差不多了 硬度也够了 这时候再来慢慢的除胶 拆下沉的时候 温度一定要均匀 不要慌 可以多吹一会儿 没事的 咱们主要是保护这颗超薄的下沉不损坏就行 当然 这还是有一定几率的 毕竟这玩意儿太薄了 下沉拆了后 再次来测量一下这条线路的对立组织 因为这条线路除了通CPU 还通电源 从万用别上可以看到 右边正常 左边也正常了 说明维修方向对了 处理这个下沉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它实在是太薄了 稍有不慎 前功尽弃 这绝对不是瞎说 拆过这个下沉的朋友 请你在评论区留个脚印 告诉大家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最主要的是保留资料 首先这个下沉必须要是好的 不能随便找一个过来安装 没错的 芯片处理好了 我们拿一张A4纸来对比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厚度真的跟一张A4纸没啥区别了 在安装芯片前 最好把芯片对应的脚位测一下 以确定是否为CPU本体损坏导致的短路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五星级维修宝典 它里面有一个镜像功能 非常爽 可以为我们省去很多属对应脚位的时间 大大提升我们的维修进度 确定下沉没有短路 我们来给芯片直锡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手的按压力度 最好是在芯片背面垫上一层纸巾 因为纸巾有弹性 会大大降低我们的按压力度 而且不会造成CPU下沉在直锡的过程中一味 处理主板的焊点 大家可以先融锡再刮胶 这样黑胶除起来更轻松 主板也不容易掉点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操作习惯而已 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 所以大家如果要喷的话 麻烦轻一点哦 电感两端的焊点处点上焊锡 先装这个拆掉的电感 然后扣上电源线 按下开机键 除了要看主板的电流大小 还需要测量一下电源的输出是否正常 才能安装CPU 熏上一点松香 然后把下沉对好 均匀加热芯片 直到有Q弹的感觉就好了 这时候就不要再继续加热了 安装完成 主板冷却后 先不要着急扣电源线开机 为了保险起见 先测量一下之前的线路是否有短路 以及是否有别的线路短路 在祈祷一番后 才能扣电源线开机 打打 还好 电流摆动一切正常 运行内存如果没装 就是这种标准的电流 所以大家看清楚哦 接下来才是最麻烦的事情 那就是刮这个CPU上的绿油 刀片我已经准备好了 沙尘在拆的时候 怕它裂 绿油呢 拖的就稍微有点多 烤的时间也稍微有点长 因此 刮这个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有耐心并且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慢慢看我是怎么一点点刮的 没有耐心的朋友可以拉动电路条 直接飘过去 刮完后再次扣线看一下开机电流是否正常 说实话也只有要资料的机器 修起来才这样小心小心再小心了 打上一点焊油 把运行内存兑好位置 然后均匀加热 直到运行内存下面有焊油溢出来 说明就OK了 装好后 把主板放到显印下面走一圈 漂不漂亮 每个点都是恰到好处 稍微把它清洗一下 再次测量 确定主板上没有线路短路 我们再扣电源线开机测试 当苹果logo再次亮起后 那种无法形容的兴起 只有维修人员自己才能体会的 现在剩下的 就是看它还会不会自动挥屏 关机重启 哇塞 终于看到这个久违的界面了 我期待这一刻真的不容易 这个屏蔽罩必须装上 以防止主板变形 但这个机器 最好是用烙铁焊上去 主板背面的贴纸 没有专用的了 找了个大小差不多的给装上 看到这么多运行内存 你会想到什么 大胆的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快速的把机器装起来 然后发现 它又不开机了 什么鬼呀 用电源线开机也开不了 而且手机的开机电流 还偏大了好多 最后尝试一个个的抠掉外配测试 一直抠到大象头的时候 我翘终于可以开机了 吓死宝宝了 原来是粉丝的大象头 摔坏造成了开机大电流 问到了粉丝的开机密码后 先给它测试一下 输密码看手机会不会卡机 进不了系统 如果这样的话 就得继续接着维修 不过还好 秒禁系统 那心里的这块石头 就算落下了 我的鸡腿也到手了 最后 关于这台有难度的机器 曹师傅的这招稍操作 您会不会为他点一个赞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